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中二立委补选倒数两天 昨天传来一个震撼消息 就是昨天下午 严清彪身体不是就医 原因是被气到血压标高挂急症 民众还拍到严清彪躺在病床上的照片 PO到网络 接着青岚媒体就发出快讯 说严清彪惊传住院 消息迅速传开 严清彪到底是为了什么事 气到血压标高呢 报道写说 昨天晚间有媒体打电话 给台中的民政局长吴世伟 问有关严清彪母亲墓地 是否有违见的问题 吴世伟就去问严清彪 严清彪就气到 说这个对手无所不打 连母亲的坟墓也不放过 整个过程大概是这样 但这当中疑点重重 首先我们希望严清彪先生 身体健康早日康复 选举是一时 健康才是永远 但这一波主要媒体 政论节目检验的严家 都是跟公众利益有关的事 也都有凭有据 但是完全没有讨论到 严家祖坟的事 请问是哪一家媒体 在问墓地是否有违见 那而且呢 问台中市民政局长 如果真有违见 民政局是主管机关 怎么会第一时间 去问当事人呢 严家有这么多的违见争议 是否有这么积极去问 严清彪吗 那唯独民政局长 吴市伟效率超高 媒体一问 马上就致电严清彪 这不是很奇怪吗 然后我们看到 蓝伟 废红泰 叶玉兰 今天一早就痛批民进党 为了选举泯灭人性 请问这事情的原委 有搞清楚吗 这个报道写说 严清彪呢 昨天下午送医 那呢 晚上呢 媒体就问局长 这时间对吗 这当中有没有操作的痕迹呢 严宽恒还是要面对家族特权 与利益回避的问题 台中捷运蓝线 严厉敏昨天首度出面炮轰 林家龙 说没有规划平顶站 结果被打脸 捷运路线图是假的 平顶站呢 也有预留啊 但被卢秀燕给取消 严厉敏为什么都不说呢 那他出来炮打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龙井大渡的乡亲发现 他们的权益被牺牲了 连杀戮火车站都要求要跟着捷运跑哦 卢秀燕的脸书被灌爆 台中市民终于知道真相了吗 选战倒数 上一次对战严宽恒的陈市伟 陈世凯议员呢 公开九年前的防弹背心照 这次林静怡需要穿吗 中二民众这次投票还要担心被监控吗 选情最新发展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介绍的来民 首先是民进党台中市议员陈世凯 中长好 大家好 再是政治评论王洁明 大家好 是政治评论员余梅梅 中长好 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前青年部副主任张维元 中长好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在资论媒体王瑞德 中长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心 严清彪昨天住院了 民众拍下照片大吃一惊 标题写下 我好像在急诊室看到了大冬瓜 而病榻上的这名患者 疑似就是大甲镇南宫董事长 严清彪 目击者六号下午四点多 陪阿嬷到杀戮光田医院就诊 意外贴见了这一幕 拿出手机拍照PO网 结果在网络论坛引发热议 事隔一天 严宽恒跟医院都证实确有此事 严宽恒眉头伸索 语气略带哽咽 医院说严清彪六号下午四点多 到医院挂急诊 目前住院观察中 至于为何住院 据传是六号当天 有媒体询问台中市民政局 严清彪的母亲目的是否合法 民政局长去电询问后 严清彪怒斥 竟然连母亲的坟墓也不放过 一气之下血压飙高 紧急就医 我有拨个电话 给我们这个议会的刘副秘书长 因为刘副秘书长 常年就是追随我们副议长 我有跟他询问了相关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 当然就严总认长会知道 补选投票最后倒数 却传出严清彪住院消息 时机太敏感 目击者是在低卡论坛上 用静益大学的账号po文 结果许多留言 帮严家打气的 清一色也都是 静益大学的学生 我觉得这样子的爆料不太好 因为在急诊室 大家都是最狼狈的时候 在急诊室 人家在生病 不要去侵犯人家的隐私 把人家照片还拍出来 我是觉得这样的行为不太好了 好我们看到 中文立委补选已经倒数时刻了 却在昨天 惊传言清彪住院 从网路再到主流媒体 这个消息就迅速传开了 但是过程似乎曲折离奇 来瑞哥 你了解 到底从昨天到今天 发生了什么事 昨天最主要是因为 有一个自称是 静怡大学的这个学生 看起来像是学生的 这个账号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然后呢 他意思是 陪他家人 到了这个光田医院去了 然后呢 好像看到的大冬瓜 他指的就是言清彪嘛 就拍下了这个照片 然后在自己的网路上面呢 那么传出来了以后呢 没多久巴拉巴拉巴拉 而且这蛮好玩的 就是都是这个 等于说 几乎清一色都是 比较我们说的是泛男 比较统派的媒体呢 在散播这个相关的讯息嘛 那在这个地方 要先跟这个 等于说言清彪先生 言清彪董事长说 那么最近呢 天气变化大 这两天好像温度又下降嘛 还是下雨啊 然后呢 紧接着来 听说这几天呢 言清彪都这个 行踪都不见了嘛 都在很认真的在 从杀戮 雾风到处去入战 到处去按电铃 听说连民进党籍的 这个里长都去拜托了 所以很累 很忙 应该是很忙 很累很辛苦 而且我最近 我觉得他可能因为 儿子选情的这个关系啊 体系特别大 常常动不动 你看那 同儿子这个竞选的那一天 宣布要竞选那一天的 后来他们开完 以后他自己留下来的记者会的 最后一句话 啪了动不动 就是拍桌子 然后在台上动不动就 不炸不怕 在干嘛 都会这样子 这个血压容易高了 那么这个因为我也有高血压 所以呢 那么奉劝严金彪先生 血压药要随身攜带 高血压药对不对 万一有状况随身攜带 高血压药等等 对身体要保重 心情如果万一怎么样 因为他们说家人说什么 他有脏红脸 那就血压 很快就丢了 非常小心 那么他主宿 听说他主宿是头晕拉肚子 最后医院院方现在初步 这个诊断出来的话呢 是因为他可能有肠胃炎 跟血压不稳 肠胃炎跟血压不稳 所以呢 希望那么严金彪先生 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 不止严金彪 任何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比如说50岁以上的啦 那严宽横因为他44岁就做阿公 这是台湾策利扫利啦 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那么请从现在开始 因为温度会比较低啊 那台中海山 那很多地方风有大 请珍惜自己的身体 那么也要请这个严宽横先生 除了打选战之外 一定要注意周遭亲人的 相关的状况 比如说爸爸他最近劳累嘛 毕竟严青彪 那么曾经患过肝嘛 大家都知道他的肝 是患自于他另外一个儿子嘛 所以患肝 表示身体可能会比较虚弱一点 比较不好 不要太累了 严宽横如果孝顺的话 不要让自己的爸爸太辛苦 太累了 然后另外的部分就是说 那么也要注意自己的太太 不知道严宽横找到自己的太太没有 因为有关单位找不到你的太太 所以应该是找到自己的太太 那么家中周遭的人都要注意 家里要顾好 对没有错 然后紧接下来是 请问你为什么他会去住院 我还要骂一下这个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 竞技大学的这个学生 我还要骂一下 你连基本的人品跟这个所谓的公民与道德 你都不知道 什么意思 在医院里面不可以随便拍摄其他变换的照片 还PO在网络上 可恶 你书怎么读的 书 如果你是大学生的话 如果你真的是大学生的话 你读书干什么 你读大学干什么 你不知道病人的隐私 是不可以随便公租于世的吗 就算他是眼睛标 你也不可以这样做 任何人一视同仁 进到医院去的时候 你都不应该满足你自己的好奇心 当做好奇好玩 你就把它拿出来这样 不可以 这是不对的 希望你好是擅自检讨 好好的检讨 那么听说已经下架了 不过也引起渲染大波 重点来了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听说台中市政府的明镇局长 刚刚已经看到了 吴局长 他说他接到一个网路媒体 网路媒体跟他询问 有关于袁清彪他们家 在这个龙井沙路人附近的 这个祖坟 是不是有违禁的这个可能性 然后他也不是直接打电话 给袁清彪 他是打电话给议会 一个刘副秘书长 刘副秘书长之前好像是 刘副秘书长 好像是因为本来 卢秀燕要把他借降 后来因为他跟现任的副议长 那么颜利敏很熟 他们人家很熟 所以希望借助就对了 打掉给他 然后可能因为这样去问 问了以后 袁清彪间接知道 转转得知 心情不好 勃然大怒意思就是说 然后炒威劍炒到这个样子 对吧 炒到我们家的祖坟等等 听说好像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呢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啊 这个头晕啊 生气干什么了 那么我还是再次强调 任何一个生病的人啊 都希望你们健康康复 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很清楚啊 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走了 然后呢 我岳父已经躺在这个 等于说医院的家户病房半年了 还有包括其他的重症的医院 我说我非常了解 年纪上了年纪 大的人啊 很容易有一些慢性病 要非常小心 尤其是山高啊 高血压等等 要记得随身的药物 一定要随身带着 不要让自己太累哦 对 重点来啊 台中市政府的民政局啊 这个局长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 这个人应该要重用 干脆我建议卢市长 重用他成第一副市长好了 从我们一个多月以来 开始谈论赢家的所有的事情 好像只有这个吴副秘书长 这个吴局长呢 做事情特别认真啊 超级积极 哎呦太积极了 你知道吗 效率超 面对媒体所询问的 知无不进言无不达 你知道吗 然后呢紧接而来 媒体跟他随便问一件事情 他就立刻打电话去问 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样讲 请问你的都发局 你的农业局 还应该包括一个水利局 有关于颜康衡的1250平的 这个杀戮 超级庄园豪宅别墅 到底有没有违建的部分 你们装容作哑不是吗 是 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效率 对 你们没有 为什么不就直接打一张电话 问颜康衡或是 现在不知道电话打得到 打不到 找不到的人啊 那个他太太啊 你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问都不问啊 你查都不查 去就要给区公所 不是吗 然后呢 那么国有财产署 要去会开的时候 说我们地方政府 不需要配合啊 没有这个规定啊 所以我们拒绝去啊 你知道吗 我们不去啊 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没有这样的 为什么一件事情会有两个截然不同 这不是一个同一个政府吗 对 对不对 而且讲白了啦 民政局的这个事情 那是殷宅的 还没有现在活人住的 这个地方来的重要呢 你知道吗 不过呢 我要提醒一下 国民党说 没有人性啊嘛 那怎么 灭灭人性啊 去台湾殷宅 我告诉各位 各位欢迎去看一下 我控告他而成立的 中国国民党的 桃园市议员 詹江春的脸书 两天前 他才在讲 蔡英文总统的祖坟呢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啊 天下市 没有事情 是不能被 拿出来审视跟批评的 只要你是合情合理合法 清清白白 坦坦荡荡 什么事都能够评论啊 那么只是说 刚好很奇怪 就是这个时候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 难免会让人家 多所议论 多所批评 因为刚刚瑞德哥 所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 这位民政局长 怎么效率这么好呢 面对这个媒体的询问 马上就致电严家 那之前 严家的房产争议 台中市的其他 包括都发局等等的 这些政府单位 相关的单位 有这么的积极吗 那所以就让他觉得 疑点重重嘛 那还有包括 媒体问祖坟呢 那因为这一阵子 其实我们主流媒体 包括政论这个节目 检验严家的 也都是他的住宅 土地的争议 完全没有讨论到祖坟呢 那怎么会突然 冒出这一题呢 来世凯议员 你了解 如果台中市的相关局 出发民政局 得知假设 他有什么像祖坟 什么违线问题 他应该怎么处理 他是第一时间 致电当事人吗 还是他这是自己 他的夜管单位 他不是应该 自己最清楚吗 这个我们也要提出 一个质疑 这个质疑是对于 我们的卢秀燕市长 如果今天是一般的民众 被检举了 滥用墓地 滥肯墓地之类的 民政局在管的没有错 宗教礼俗科是他们在管的 那民政局接到了通报 接到了检举 他第一时间应该做的动作 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是去现场看 会看 会看 去了解 或者是说 我先打给当事人问说 有啊 或者是说 打给他说 有人在注意 你要看要怎么 那意思感觉是通风报信 是吗 今天是局长 民政局长接到了这样子的检举 媒体虽然是对你询问 但是询问你一件违规的事 我们先不要讲是谁 也先不要讲是什么事 当公务机关的局长 去接到了一个通报的电话 跟你检举说 诶 那里可能有违建 那里可能有违规 你作为局长 你应该怎么做 你不应该是打电话去通报吧 告诉他说 诶诶诶 快点你把你老闆说一下 有人在注意 有人在问 你是不是注意一下 是这样子干的吗 对 所以那个是通风报信的用意吗 当然啊 不是积极的问题 不是嘛 他第一时间 就是应该要交代下属嘛 所以有人在讲 有一个那个 那个目的烂肯烂用的 那你们要不要去查一下 所以应该是交代属下去了解 是不是有这件事 直接去查这件事 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嘛 结果他不是 他第一时间 果然坐实了大家所说的嘛 严市长罗秘书啊 秘书的干部 下面的罗裸要怎么办 接到了讯息 当然怎么办 打给大老板啊 要把大老闆说一下 大老闆啊 有人在注意啊 你们看要怎么处理 对 参计教学 吃面膜 你们看要怎么处理 是这样干的吗 我觉得吴市委局长 你要不要好好检讨一下 卢市长 你要不要好好检讨一下 你们的局长啊 对 这件事没有通报给市长 直接打到 严亲标那边去 打给当事人 这样是对的吗 对 好奇怪哦 我想问的是 如果一般的市民 遇到类似的状况 请问一下吴局长 你的服务有没有这么好 对 还是只有对严亲标 服务这么好 如果只有对严亲标 服务这么好 那你们要告诉我 为什么他有这样子的权利 速度非常高 昨天的事情 马上就致电严家咯 马上打 效率超高 而且说实在话 这个吴局长实在是有够不贴心 有些东西 媒体也没有在讲 外面实际上也没有人在问 那你还要拿这个东西去刺激他 我觉得这个吴局长 真的要打屁股 真的我们希望 严董事长身体要非常健康 非常好 对 正好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马上通报 刺激到严亲标 那反而是在害他 我觉得我先讲一件事 过去不管是817招待所 或龙井的豪宅 有人检举后 他们不是都叫屈公所去会刊吗 那屈公所会刊的时候 一定会联络不到严家的人 那一定会被锁在门外 那一定被锁在门外 都屈公所就摸摸鼻子 发函再回去给都发局 对不对 看起来严家跟台中市政府联系管道很顺畅啊 非常通畅 一检举马上回去告诉这个台中市政府的副秘书长 台中市政府的副秘书长 其实台中人都知道 其实就是严家的 而且是严亲标那边的人 所以马上就回报到严亲标吧 对不对 所以根本不存在他们之前说什么 找不到陈力林啊 联络不到严家这种状况嘛 对啊 那打自己脸 对 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事论事 有媒体 这个媒体也不是跟彪哥去查询哦 我觉得媒体去问民政局是天经地义的 问民政局要查 要确认这件事嘛 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媒体也许只是个风声问一下 他不是检举对不对 对对对 询问跟检举是不一样的哦 就算是检举也可以嘛 反正都是对 就是媒体对公部门完全合理 公部门过去一直讲说联络不到严家 现在看起来联络很顺畅 对 所以我跟你讲 这件事台中市政府麻烦大了 这是一件事情 好第二件事情哦 其实彪哥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我讲不算 议员讲不算 大家讲都不算 是光田综合医院讲的算 光田综合医院今天出来了 说彪哥到医院的时候 有肠胃炎脱水跟血压不稳 这三个症状 我看到这个后 我马上问我的医生朋友 我问他两件事 是血压不稳会造成肠胃炎 还是肠胃炎造成血压不稳 这要两件事吧 对对 我医生朋友很笃励跟我讲 肠胃炎会造成血压不稳 因为肠胃炎会拉肚子 拉肚子会脱水 脱水会造成体内的电解质失调 然后你会造成血压的不稳 再加上彪哥呢 可能因为他换过肝 他的血压本来就有高低的状况 所以呢 这件事情 我就要讲清楚 到底是接着电话血压不稳 还是因为你本来肠胃炎 可能这个 什么什么餐吃太多了 所以血压不稳 肠胃炎 导致接到电话之后 本来就不稳的血压 更加不稳 我觉得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有件事情是真的 生病是真的 而且生病不要做政治操作是真的 第一件事情 这个媒体打去问的 我可以公开讲 这个媒体跟绿的 或是说偏绿 或是光谱跟民进党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你硬要讲这个光谱 偏蓝啊 或是说不讲光谱 他们媒体目前 我看来是很公正 你讲他背后成立的脉络 偏蓝啊 偏蓝 我直接这样讲 所以你不用想 就台面上看到这些都不是啊 新成立的 然后背后人脉脉络偏蓝 但是他报道很公正 就是蓝绿都有 都有去接闭 所以也不用去思考说什么是 是不是这个绿营的打过头 什么 我可以公开讲 这个媒体 我再讲一次 公正的媒体 但是他的成立脉络偏蓝 这件事情很清楚 这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生病的是 不该做政治操作 绿不该做政治操作 蓝也不该做政治操作 这个时候拿标哥的生病 来做文章去说 是绿营的打过头 这个就是在用标哥的身体 在做政治操作 蓝绿都不应该 再加上我谈了 这个媒体其实跟绿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过去的主张也跟绿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你做这件政治操作 一是对于整个媒体界的无知 二你在亵渎标哥的身体 网络上呢 发现这张照片是静怡大学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一路上呢 很多推说标哥加油 等等的 也全部都静怡大学 对不对 这件事只有两种可能嘛 我不下结论观众朋友自己判断 第一个是网军 而且很笨的网军 账号都买一批 同一批 第二件事情呢 静怡大学有大量标哥的粉丝 选选选选嘛 就这两个可能嘛 对不对 观众朋友自己判断嘛 我个人认为前者几率高一点 你说静怡大学有大量标哥的粉丝 我是觉得蛮管的 就是发现的这位网友是 静怡大学的 然后他把它po到这个网路上 什么滴卡等等 然后接着我们就看到 一大堆静怡大学的学生呢 都是帮研究人家加油 而且连续推文 连续推文 中间连其他学校都没有 因为滴卡很特殊 它是要用学生证来注册 所以学生证注册的时候 它会标示你是什么学校的学生 所以你看一系列全部是静怡大学 然后这些学生对于现在 政论节目说讨论内容 完全都非常了解 对我觉得OK 我觉得现在大家名字已开 那我说就是两种可能 一个是网军 而且很笨的网军 买同一个包 第二件事情 静怡大学有大量 这个颜宽恒 或跟彪科的粉丝 大家自己来判断 来就最后一件事情 最后一件事情 我讲哦 选举是一时的 身体是一辈子的 我公开建议 就是说彪科 如果身体没有养好的话 这个选战到后期 真的不要出来 对于颜宽恒也是 这个我知道你很孝顺 如果父亲养好病 当然没有问题 就是说元气 这场选战是颜宽恒 对对对对 我很担心彪科的身体 如果彪科这个身体 如果养好 比如因为肠胃炎嘛 我的经验可能 这两三年 有机会好 有机会好 对 啊好了元气使出站出来 选择这些 拉着颜宽恒的手 这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还做轮椅 看起来元气没有康复 就不要再消费他老人家 对的确 他是真的 对他很担心 最近他也都在帮宽恒跑 帮宽恒打电话 传简讯这些都看到 最后一里路 我觉得颜宽恒应该要有责任 如果老父亲身体没好之前 他要自己把他走完 来杰明哥怎么看 所以这个事情 在昨天爆出来的时候 我心想说 哪一家媒体 会去讲这个事情 因为看起来 所有的这个政论节目 主任包括中江其他人 都不想谈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根本也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会出来 出现这个事情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在看政论节目 基本上它有个特质 什么特质呢 当然一定是有人 先在这个大型的媒体上面 去做一个正式讨论 那么接下来这讨论 才会去问这个颜家 但是我问一个问题 我上网去Google 没有有关颜家坟墓的事情 我上这么多的政论节目 看这么多的政论节目 也没有讨论到 颜家坟墓的事情 怎么会有人去打电话 去问有关这个事件呢 因为这事情根本没有烧热 也没有人去举报 怎么这个民政局长 这么认真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民政局长 有印象的话 那就问我隔壁的 施凯议员最清楚吧 施凯议员有一段 这个影像被播出来 就他质疑有关这个监票 为什么不够的状况 还记得当时民政局长怎么样 说话吞吞吐吐吐 欲言又止 害羞到不行 委员我们就是这样 议员我们就是这样子 可是你看他昨天讲的 这个态势 气定神弦 每件事都掌握在这个手上 好像两个差别很大 民政局长怎么会差那么多 这是我们说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我觉得最精彩是 这个D卡这一定要讲一下 因为呢 第一个我们不知道 这个爆料者是谁 这是已经不符合 我们现在对于媒体的认知 你看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有关他的这个任何的一件事情 我就不要重复了 都有明显的 比如说是我们议员 或者是楚英 或者谁 他很明确的在媒体上面 把这事情给讲清楚 然后因为引起大家讨论 第一个这个缩头缩尾 一般的D卡 有时候也会秀出你名字 就一个静益大学 然后不知道你是雷野兵狗 你哪一个所以回头一件事情 哇怎么那么精准啊 一个不知道的人 拨了言清彪住院 然后呢一群不知道的人 说这是塔利班干的事情 好像这个言清彪这个祖坟 是塔利班做的事情 像林静怡第一时间 就指的 说怎么进到这个基层室 你可以拍照 对 这糟糕了 你把这个人揪出来 好应该这个 这个光田医院 应该立刻就是用摄影机 找出你们人竟然可以到里面拍照的人 我想看到这个人 这个太可恶了 过分极致 没有一个人家里面住院的时候 希望有第三者把他拍下来 即便这爆料者 我相信你也不希望你的阿嬷 因为他提到阿嬷嘛 你如果阿嬷住院的话 也不希望有人po出来 然后到你的学校去播放 没有人做这个事情 对 二职 糟糕 所以其实张宁因为要立刻去做这个人 对这个人的严格的这个批判 好 所以言情表 昨天下午呢 送医整件事情有搞清楚了吗 好 我们看到林静怡都说了嘛 你在急诊室这样爆料 真的不太好 侵犯病人的隐私 好 那言科案也都说啦 父亲长期劳累嘛 身体不舒服 到医院 现在是比较有稳定的 但他也说啦 谁会用爸妈的身体来做这种散播呢 但是这当中我们看到 包括从媒体 再到青蓝媒体等等 那到最主要的 最明确的就是台中市的民政局长 吴世伟 到底他这么的积极去通报这件事 到底目的又是什么呢 来美美姐 吴世伟这位人物 过去好像跟林家隆 也有点过节 是不是 这个来说一下 吴世伟局长 他其实本身 我想他不是像一般的官僚体系 这个只是在本务上而已 他是政治性格非常强的 为什么这样说他呢 各位 这是2017年的时候的报道 当初呢 他曾经担任 在更早以前 他担任胡志强市长时代 他是建设局长 然后呢 他呢 被林家隆告了 在选举期间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没有经过查证 他去呢 分享了文章 那里面把林家隆呢 塑造成是 现代城市美 极尽诽谤之能事吧 那么后来呢 林家隆告他 最高法院是判刑电验 有判刑 就违反选霸法嘛 你怎么可以这样受到人家 你也没有查证嘛 他引用吴淡如的文章嘛 吴淡如说 我根本不是在讲说 自古才子难相处 不是在讲林家隆啊 你为什么这样子来影射指射呢 所以到最后最高法院 将他判刑四个月 可以一颗罚金 尺多公权一年 那林家隆是非常宽大的 是跟他和解 所以宣告缓刑两年定验 他也因此而去职 现在摇身一变 变成卢士福的民政局者 那请问从一个人的过去 你不觉得他政治性格很强吗 这就相当解释 可以解释了 为什么 当人家问他说 监票员不足啊 这些相关的业务的事情的时候 滋滋乌乌 不愿意面对 可是这件事情 说一呼形成的热心 然后呢 媒体问他说 那为什么这个媒体问你 你要去问这个 眼清标那边的 这个副秘书长 眼清标的人嘛 他说我要查证啊 那这个离奇了 为什么 查证的话 那是你的金管业务 你调资料不就好了吗 他跟当事人查证 对啊 第一 那就像刚刚世凯所说的嘛 其他的人如果被检举 你也是打个电话问当事人吗 你们家有人减乎 你们家有怎样 你是这个样子吗 不是吧 那我请问一下 你的金管业务 你调阅资料就好了 你派人去现场看就好了 不是吗 你怎么这么热心呢 而且这消息就这么 汗不郎当出来 然后又是给青南媒体爆出来 接着国民党打折 随棍上 你就可以说 民进党下流 这种话都讲得出来 对 泯灭人性 哇 然后呢 这个又有所谓一票 静怡大学 不同科系的人 全部在帮这个 盐宽恒教区 各位 你不觉得这个脉络 太一贯了吗 现在国民党这些人 开始用这件事情 塑造希望 借由彪哥的身体的病情 去营造民进党很恶霸的形象 然后去增加盐宽恶的支持度 对 这是不是在用彪哥身体 来做政治操作 这是彪哥的授权 还是你的侵权